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相信香港人在疫情之後 他們對於出去玩 去周遊列國 甚至不同地區去消費 他們都是很喜歡的 但是說到疫情三年 很多地方大家都沒有去 竟然很後悔 說到 竟然有位港男大壇 澳門 哇 垃圾到不堪 我去澳門玩 比深圳還差 我寧願去深圳 是不是這麼差呢? 當然啦 我覺得 你如果比較to be fair 很不公平 你拿香港和深圳比 因為始終香港那個 那顆點都比澳門大 澳門那顆點這麼小 豆腔這麼小 有什麼玩呢? 當然啦 你說美食是否有美食天堂呢? 澳門本身也不是 香港也可以叫美食天堂 還有很多名牌手袋 服裝 購物 購物 有主題樂園 所以我們說 如果你要付 為什麼不是拿香港付 你要拿澳門和他付 他說得很差 比深圳還差 他很讚 說內地的商場很棒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他說什麼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澳門如果在我們的角度來說 澳門有什麼玩? 賭場 沖洗澡打骨 有賽車就看賽車 吃東西 沒什麼 在我們的心目中來說 其實澳門 就拼腳 等同現在好像有些內地客 來香港 都是短暫停留 他都不會說很long 可能玩三四天很少 不多 有的 但是不多 現在感覺上也變了 但是你說在香港 過去澳門玩 我們平時都是 過大海 很幸運的 讓你多留一晚 不能倒閉 不能倒閉 正常所謂的風吹雞蛋殼 財山人安樂 然後就買船飛回家 當然 防疫政策放寬 大家衝過去玩 那麼久沒有過去 其實都是表示理解的 好了 這件事件有個網民說 澳門還玩得比深圳差 竟然在網上數 深圳有很多漂亮商場 商場又大 澳門的環境比大陸更壞 一半個島 大半個島都是工地 現在還是這樣嗎 我太久沒有去澳門 真的很久 我記得那時候威尼斯人 威尼斯人那邊還是工地 還可能建了一大堆酒店 我印象是這樣 你問我 他是不是因為疫情關係 導致有很多酒店 延遲了 這件事不奇怪 更加他就說 他說很後悔去澳門玩 他寧願留一些錢去大陸玩 我覺得兩體 真的兩體 你看你要做什麼 等同 香港 內地客或者遊客來香港 玩什麼 你說不是 我想來觀光 澳門不是很大的 你觀光一會都看完 大三巴 你再不是走那些 到處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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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應該都是一天半天都可以做得完 我絕對相信 你說是不是真的比深圳差 如果你說他周地是工地 香港也是 深圳其實內地很多地方也是 你說商場大 這件事我也讚過 其實深圳的商場 有很多很多 卓越中心 很多 深圳 In Town Coco Park 很多都是非常大 你再遠一點 大千里 那些都是很大 其實他有很多 好像地標 內地的大型商場 就好像地標 那感覺上 你說澳門有沒有大商場 好像沒有 全部都是酒店裡面的 你舉例 永利 然後他在酒店裡面有些商場 都很大的 你問我都很大的 因為他抓住賭場 又抓住酒店 又可以吃泡妃 很多東西 但是你跟真真正正 普通一個大型商場去比 那真的 連香港都比下去 香港都有很多大型的商場 是不是 很多都是很多旅客去 例如沙田 時代 屯門時代沒有什麼人去的 我猜 銅鑼灣時代有很多人去 PP 高檔一點的商場 其實香港的商場定位都很特別 有些是附近地區 可能是附近居民 然後有些是中價 可能是遊客 然後有些高檔 純高檔品牌的集中地 其實這個定位都很好的 你至少不需要去哪裏 大機會有 有時候買名牌包包的人 那裏沒有 那裏沒有 我都說不用想 你去到中環 金中那些 那些分店應該會更齊 但是你在內地 他說澳門 某程度上 觀感 我覺得不會比深圳差 觀感是不會比深圳 但是你說玩是悶的深圳 其實我覺得在香港差不多 你看幾多人都湧上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湧上去 復活節 我看到網上有很多人在說 買數據卡 開戶口,支付寶怎樣使用 好像很久沒用過還是不懂 問也沒問題 有人說澳門 如果在香港人的角度來說,深圳為何可以取代到它? 因為這件事很接近 大家坐船 除非你住在中環那邊 不然你也要特意坐乘車 再坐一個多小時的船 相比起我們回深圳 如果從港島區出發 深圳可以無限擴大,其實深圳是很大的 西面的深圳灣 萬丈城 萬丈城也很大 萬丈城也很大 然後比較東面的,卓越中心 Coco Park 福田那一圈 你還沒計算 華強北 現在幾多人上去問 上去做電話 然後東門 你還沒計算舊式的東門 其實深圳在沿線 沿著深圳的邊線 是做得比較好 就算大千里在哪裏 深圳灣那裏 萬丈城 那裏叫平州 那裏有很多東西吃的 又是一個非常大的商場 你說如果 去玩澳門 半天玩得完 你來來去是大三巴買豬肉 如果從不賭錢的角度來說 是真的 有人會說 澳門有很多女生 有人會說 那你回深圳就可以了 所以有些人覺得 澳門 現在轉不到營 澳門當局就說要 轉營 要花很多錢 希望 賭廳全部 幫忙扔錢 發展澳門的旅遊業 他們要轉營 這是感覺到的 從大家旅遊的角度來說 出發是可以看到的 反過來我都說 那我香港呢 深圳成功 你看看多少香港人 你可以不認同 某程度上 我看得到 別人的優點就是 他做每個大贏商場 當然 全部在地地站附近 深圳那邊 他周圍的餐廳食肆是臨立的 你好不好吃 我不知道吃不了那麼多 但是很多人都說好吃 好幾間都好吃 那麼 他的配套某程度上 都是好的 做得不錯 在規劃上 我自己觀感上 當然 不好的東西 都依然繼續有 我不明白就是那些車問題 但是你說 其餘的 香港 發展下去 比下去 出事 一定出事 你經常都說 不進則退 深圳的變化 是迎合到 原來迎合到香港人的品味 迎合到香港的品味 其實某程度上 很多人都會去 那個地方玩的 這件事是真的 香港人出了名 撩囊 喬口慘手 除了去日本 去韓國 去歐美之外 內地 你看看多少人 現在去消費 吃串燒 吃什麼 很正 很便宜 很過癮 很新鮮 又有什麼高卡尺 澳門現在沒有 所以很多人就說 香港也好 澳門也好 這位網民就覺得 澳門比深圳差 我自己這樣看 從玩的角度來說 是的 但是 反過來說 有人說 澳門玩安全過深圳 不要玩那些東西 這件事也說 深圳在疫情中的變化 是真的 我看到有些網民都這樣說 大劇院附近有很多商場 普遍地鐵站 商場街道 很乾淨 疫情大洗地 和幾年前印象的深圳是高級了 我也是這樣跟朋友這樣說 某程度上 如果你看回深圳的橫街摘行 都可能依然你還是覺得有點骯髒 好像很骯髒地說 但是如果你圍著商場 大型商場的 那個area 感覺上 真的乾淨了很多 我說 Coffee Shop 又多了 文青的Coffee Shop 又多了 另一個話題 我也質疑 我覺得很奇怪 有些人說 有很多新鎮的年輕人 可能在賺幾千元一個月 為何你們依然在 Coffee Shop 有很多人說不便宜 就算香港人來看也不便宜 可能四五十元一杯 有人可能感覺到新市坑 但這也是 澳門沒有什麼 從吃喝玩樂來說 這件事是真的 街道乾淨是好的 商場多了 是真的 第二件事 就是 有人說 那個價錢 有人說澳門的 酒店價錢實在太浪了 這件事是真的 你好像這樣 二千多元一晚 我在酒店睡一晚 第二天睜開眼 如果我賭場輸了錢 我還欲赤 我在深圳 你說過夜 找個洗澡地方過夜 也不需要幾千元 你隨便找個酒店過夜 也不需要幾千元 再加上 很多人住得 近關口 某程度上 深圳是比廣島更快 這件事是鎮的 鐵一般是鎮 住大埔15分鐘 過深圳 你過了福田 15分鐘 真的 所以 15分鐘 在生活圈內 去到哪裏 如果要出九龍 也不行 你過九龍 最快要半個小時 最快 所以有很多人說 你不要說澳門 如果你想想你住在新界 你去澳門多不遷就 你住在新界東 山場水又遠 過澳門 時間 是錢的 所以有很多人覺得 是會上癮的 如果近期你回到深圳 又多東西吃又多東西玩 澳門現在只剩一件事 只有賭場 只剩一賭場 其餘的東西就不多了 你又沒有什麼東西吃又沒有什麼玩的時候 感覺上就已經 被深圳取代了 所以他的看法 我也覺得是 你說香港方面 可不可以借深圳這件事 和澳門這件事 去做一個借鏡呢 我覺得是需要 絕對需要 因為你有時候 不得不承認 你可能說香港還有優勢 不要經常以為還有優勢 這些優勢會慢慢磨滅 我自己覺得也是 好像 商場那樣 還是時代廣場 還是沙田第一城 那裡 沒有了 你來來去都是那幾個大型商場 會不會有新的東西 我們香港人回到深圳 開了這麼多商場 為什麼這裡有這麼多食物 當然 你問我食物方面 其實我自己覺得 在深圳吃東西來來去都是那些 片平鴨 然後燒烤 燒烤 燒烤然後再拉酸菜魚 對 那 要不就全部很辣的東西 其實如果你再去幾次 你就感覺到 但是 它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東西 它商場裏面 舉例有些 給你打機 可以坐在打機的商場 有些什麼體感 3D 給你去玩一下 VR 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有些人可能上去 剪頭髮那些就小心了 之前有說幾千元 埋單計算 無論如何 不知道你自己就覺得 如果 讓你選擇 去澳門玩還是深圳玩呢 如果你說賭錢 一定是澳門 但是如果純粹是逛街 家人 可能真的想深圳 多東西玩 多東西賣 多東西看 我覺得香港的政府 可能發展旅遊業的 望下 市民對 那個奇夢 我上去可能是 RELAX 有些什麼讓我RELAX 深圳很多 你看得到 你看到全個平台 很多的 旅遊 那些平台 都是推薦 去這裏玩 去那裏玩 去深圳 原來這裏有一堆 那一堆東西玩 有一堆新的高卡車 長限電 然後這堆 有很多美食 這區特別多東西吃 多東西買的 所以死不死 你說 死吧 連洗澡 那個優勢都沒有 澳門 只有一堆人 剛剛去 就是賭下 不然我相信 都沒什麼人去 我自己 對賭場的 一般 所以我還是回深圳 好 今集時間說到這裏 下次再說 拜拜